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可以分摊到在这个算法过程中 对各种数据结构所实施的操作上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无非就是两种数据结构 一个是Event Queue 一个是State Structure 这两种结构我们也分别讲过了 一个是用Priority Queue来实现的 一个是用BPST来实现的 那么根据你此前对数据结构所学习掌握的基本功 我们应该还记得 如果真的是这么来实现的话 那么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它的每一次单独的操作 所需要的时间都不会超过Log这样的一个量级 这里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个Log所对应的那个参数 并不见得一定是N 确实的讲应该是S 什么呢 是一个Size The size of the data structure 这个规模有可能是线段的数目N 也可能不是 所以我们接下来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来界定一下 无论是这个逻辑上横向的Event Queue 还是逻辑上这个纵向的Sweep Line Status 它所需要的时间 都严格的可以控制在单次LogN的范围之内 尽管它的Size未必是N 首先来看一下Event Queue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无论在任何时刻 Event Queue中所存放的 都是那些将要接受处理的事件 那么这些事件 我们前面讲过 无非是三类 也就是在这里头染成蓝色的左端点事件 以及黄色的右端点事件 以及可能后续插入的那些红色的焦点事件 无非这三类事件 所以如果我们要来估计一个Event Queue最大可能有多大的话 实际上无非就是将这三类事件的总和加起来而已 我们不能发现 这三类事件的数目总和 无非是2N加上I这么多个 当你初步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些惊讶 是的 其中的这个I多少是有些吓人的 因为略有常识 你就会知道它有可能会多达N平方 这样大的一个渐进规模 已经超过了N 那为什么邓老师你刚才又说 总体的时间复杂度无论如何都不超过LogN呢 非常幸运 我们这里要感谢上帝创造了Log这个函数 因为对于Log这个函数来说 里头的参数 无论是二次方三次方 只要它是一个常数次方 其实从渐进的意义上讲 它都是和Log的一次方同阶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虽然貌似中间引入了一个N平方 但是在Log的掩盖下 实际上总体的性能依然是渐进的 NLogN 也就是说 无论这个事件对列可能会涨到多大 可能会耗一些空间 但是在时间上 它始终能保持LogN的响应速度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当然如果你喜欢去探究的话 你或者这个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邓老师你刚才估计了 最坏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达到这样大的一个规模 那么事件对列果真 能够在某一个时刻 达到这么样一个高达N平方的规模吗 好吧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妨也说一下 也就是在这个算法中 Event Q并不是从0开始的 确实地讲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将N条线段的两N个端点 一股脑的放到这个对列中去 你应该记得当时我说的是做一个全排序 但是实际上 如果你回忆起来 优先机对列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和算法的话 你就会知道 其实那件事未必是要那么做的 因为如果那么做的话 那你最低的成本就是N log N 虽然不影响整体的这个分摊的复杂度 但是毕竟不是最佳的方法 那么你应该能记得起来 当年学数据结构的时候 邓老师已经教过给你 如果是总共两N个元素的话 我们其实完全可以只需要 O N的时间 在线性的时间内 就将它们组织为 初始化为一个优先级对列 虽然这不至于影响到总体的性能 但是这一条的确还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有必要 你不妨温习一下数据结构的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